地瓜 不会不会不会 你们还没吃吗对不对 还没有吃哦 够了 不会 我就是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就帮助了他们 让他们不再饿肚子 把我的爱就传递给他们 舍不得街友们挨饿 32岁的王小姐提着地瓜 从土城到了万华 把温热的地瓜分送给街友 一袋袋地瓜传递爱的温度 对王小姐来说 地瓜不只给人温暖 也是她的幸福来源 好吃的烤地瓜哦 来买烤地瓜哦 中午吃饭时间还没到 王小姐已经把地瓜摊车 推到了捷运亚东医院出口旧定位 一边整理摊位 一边等着附近上班族出来用餐 金黄色盒你要几颗 大颗小颗 上班族或是婆婆妈妈经过的时候 都会自动停下脚步买个地瓜 有些都成了老主顾 要红的黄的硬一点还是软一点 都已经不用开口 王小姐就能提供客制化的服务 有的客人几乎天天来买 而且一次就是好几条 买地瓜不忘鼓励王小姐 因为这些熟悉的顾客都知道 王小姐是一位单亲妈妈 得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一年多前 经常被丈夫暴力相向 不想让孩子们在恐惧中成长 只能选择离开 一不合他的意思 把他情绪上来就失控了 有一些是用电波扇打头 那时候就很严重了 头都头破血了 然后我自己赶快去医院擦药 然后哥哥已经一岁了 所以他有看到 当然是有很大的印象 那我是觉得这样子不好 走出暴力婚姻 大儿子却被诊断出有过动和发展迟缓的现象 王妈妈挺着身孕带着孩子做早聊 眼看积蓄所剩无几 生活一度快过不下去了 还好房东介绍了 人安基金会新北平安站 有志工帮忙看小孩 王妈妈跟着血烤地瓜 生活总算慢慢稳定了 这个也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必须就是要身兼父职 我一边工作 然后一边又要担心着他们的学费 然后又要顾着他们的肚子 如果有一天 如果不小心我发生意外的话 我小孩子要怎么办 一年四个月的买地瓜生活 几乎全年无休 就算是感冒拖了两个礼拜 还是得每天上工 就怕孩子们的学费没着落 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 然后来稳定我跟小孩子的生活 卖地瓜烤天吃饭 夏天天气热 地瓜销量不好 有时候两三个小时卖不到三包 夏天热的时候就会比较没有客人 然后就跟冬天会差一半的剂 差了差不多一倍 可是我为了生活 我还是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地卖 生意差就已经够担心了 有时候还会遇上警察开单 一天的收入 可能就连缴罚单都不够了 就是被检举 然后警察就来赶 不给我在这边摆摊 对 然后曾经被开单 收入就没了 这个月的收入都没有了 遇到难题可以克服 王妈妈为了孩子们 练就为母则强的个性 假日带着小孩一起摆摊 大的会帮忙叫卖 小的拿地瓜给客人 母子连心地完美分工 在这一天却有了变化 皮的 王妈妈边照顾小孩 一边还要招呼客人 对孩子只能柔性劝导 就是不能生气 这个月就是母亲节了 拍摄团队决定给王妈妈 那一份神秘礼物 妈妈五星节挂乐 妈妈击鼓了 好开心喔 我两个小孩子终于长大了 很贴心 然后还在小的还在哑哑学语 然后他还想要说 我也想要送一个妈妈礼物 对 然后我觉得有这两个小孩子 我就还蛮奇迹的 真的 小孩送上手绘卡片 让王妈妈好感动 对于孩子更是充满不舍和愧疚 因为孩子的童年 几乎都在底瓜滩度过了 哥哥就问说妈妈什么事 要带我们出来了 可是我都跟他说 不好意思 妈妈都要上班 因为真的没有上班 就那一天都没有收入了 对啊 妈妈要有收入 赚钱你们才 才有数可以赌啊 那孩子有给他说他赌上教育吗 嗯 儿童乐园 嗯 其实地瓜妈妈她是一个顿点 一个逗号 让她在这短时间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的工作 你可能没办法带孩子去上班 但你这个 这个我们的地瓜妈妈的部分 是可以带孩子一起去工作 那很多的可能她没办法去 知道这些部分 那你可以上网去查 人安基金会 或打平安站 搜寻平安站 希望他们两个小朋友 能够平平安安长大 然后以后长大呢 如果有能力的话 可以的话 我们就是去帮忙 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 帮助他人从你我做起 只要在影片粉丝团按赞 每多一个赞 大失恋就捐助一元 帮助全台的地瓜妈妈 也能有稳定生活 赶紧分享亲朋好友 一起按赞 目标十万个赞 让单亲和弱势的地瓜妈妈 也能度过温馨的母亲节